叶女士的瓷砖店开了七年多 她说去年11月有名推销员 拿了两桶着宝将军强力瓷砖粘结剂到她店里 让她贷卖 她放在我店里叫我帮她贷卖 她说叫我卖360 那我进家问她多少一桶 她说180 我想想还可以 那我们就放在这里帮她贷卖 像这样的推销员 叶女士说之前店里来过不少 没觉得有异常 几天后有位顾客上门了 买胶水 她看了看 还是挑了一桶主宝将军 她问我这个牌子多少一桶的 我说260 那那个业务员不是跟你说 这个能卖360吗 那我想想我们这边没那么高的价钱 都是一般是300左右在卖的 那我这一点卖出去 反正也有点利润的 那我就卖给她 她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马上付钱了 叶女士说 这个顾客先买了一桶 说回去试试 几天后告诉她 效果不错 要接着下单 我这里老总呢 已经认可这个牌子了 他叫我订165桶 我说这么多 你要付一点定金的 他马上就自己答应了 就是付了2000块定金给我 你拉过来打我电话 我马上会过来拉的 那我就联系到厂家 我订了170桶 叶女士满心欢喜 以为接了个大单 很爽快的就把25200块钱打给了厂家 但货到后 对方一直没来取货 她说她在外面在忙 就是叫我先放放在仓库 她过几天会过来拉的 那我过了5天 过了5天 一直不来 不来我一直吹吹吹 打了十几个电话 发了二十几个微信 到她最后的微信回我是 这个月31号 她说老板娘31号是肯定会过来拉的 那我只有等 等到31号电话不接 都连是不到她能了 叶女士的店旁边也是一家磁软店 老板崔先生说 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她订了160桶这样的粘结剂 付了将近27000块钱 在你这边订货的 跟在刚才那个叶女士那边订货的是一个人吗 对对对是一个人 我们都互相看了对方的那个微信啊 电话都是同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就是想 这个客户跟那个我对接的这个业务员 他们是沟通好的联系好的体验 就是先上门过来推销 然后再有人过来 再有客户过来上门采购 然后形成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这么多年 我七年的磁专店开下来了 就是没接到过这么大的单子 一般就是四五桶有的 这么大的单子呢 也没接到过碰到过 本来年底想赚点钱 没想到被人家骗了 这段时间啊 除了他以外 还有没有人就是来店里说想买这种交手 没有 记者现场电话联系这个顾客 也发了短信都没有回复 崔老板说 当时推销员上门时留了一张宣传单 上面有个原经理的电话 打过去后 对方说 如果觉得被骗了 可以去报警 退货 要扣一定的费用 这种磁砖沾结计的生产厂家 是广州拙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记者联系上厂家 一位负责售后的张经理表示 公司在杭州有推销员 这位原经理是公司负责销售的 退货 确实要扣除一些运费和管理费用 具体金额要看财务的核算 对于叶女士和崔先生的情况 他表示还要去了解 对于退货所需要承担的费用 张经理说 可以跟两位商户再沟通一下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